好 我们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在用这个Power BI 你放心 它不是很困难 而且我们是第一次接触 所以不会讲的 但是我还是今天就会讲到函数了 函数很简单函数 就跟以下的函数是类似的 来快速点两下这个Power BI 快速点两下Power BI之后呢 它现在就要来去把那个色彩 自行 来去跟作业系统配合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第一个起始画面 起始 起始就是 开始 它这个起始画面 其实我们是可以关掉的 它主要就是在讲说 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直接点取得资料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看你要不要去共同作业 共同作业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是一个team 我们是一个team 我希望说到时候 就是我们这20多个人 来去使用它 这叫共同作业 那我们所使用的方法 当然就是用伺服器 但是 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大家 我们这些人 一个人 每个月 10块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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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为了要做共同作业 好 一个人 一个月 10块美金 自己大家去评估一下 通常 通常像我跟捷运公司 台北捷运公司 他们大概目前为止 也只买了70个账号 70个 你要知道台北捷运公司多大 好 然后他 我现在所讲台北捷运公司 就是你所想象中 那个几千人不对 应该有上万名员工吧 好 可是他只买了70个账号 那以我来算 你们这边的话 我觉得 应该是5个 5个左右就可以了 5个账号 其他人用什么 其他人请用Power BI 的一个APP 在你的手机上面 就是你只要看就可以了 只要你的主管需要去编辑他吗 不需要 这样听得懂 就是 他只要看到那个视觉化的报表 就好了 好 所以 他后边他分DASETUP 就是这个桌机版 有Public Public 对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可能稍微知道一下了 Power BI 的下载 你看一下 在最下面 最下面 他有Power BI Desktop 有Power BI的APP APP就是行动版 就不用钱的 好 还有 内部部署资料找到 这个 这个翻成中文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简单说 它就是Server版 伺服器版 这个 好 那通常我们是叫RS 就是 报 Report Server 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放那些伺服器报表 好 这提供给你称号 这边还有一个 伺服器的内部部署报表 还有这个 Report Builder 反正它有五个版本 第三 第四 第五 通通要钱 好 那单击吧 不用钱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 这个 共同作业 现在暂时不用共同作业 所以 你连 登入 都不用 所以现在是不用登入的 再来 它有 论坛 它有 ForeShop 它有新功能 它有 部落格 如果你有兴趣 你都可以再进一步来去观看 那这边 我就通通跳过了 好 关掉 好 接下来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是功能区 我想没问题 你主要了解的是 这边有三个最左边 最左边 我现在游标在最左边 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叫报告 就是那个 视觉化报表 这就叫报告 第二个像资料表 没错 它就是资料 以色尔的工作表 第三个关联 没了 这三个 这三个 尤其 这套软体它标榜 它会自动关联 自动建立 适当的关联 好 那 接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报告区 画图的地区 然后 接下来这边还有三个 第一个叫筛选 第一个叫筛选 第二个叫视觉效果 是什么叫做筛选 各位知道 请问一下 假设我今天我只要看 我只要看 通常中区会跟哪一区比 北区 对不对 都会 好 举例 就是说 假设我们 只比北区中区南区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什么 东区啊 拿掉 这就是筛选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这边是视觉效果 就是画图的地方 这边是不是看到大概只有30种 可是 请你注意 最后一种叫点点点 点点点 它的意思就是 请你上网去下载 上网有几百种放在网路上等着你 而且它可以结合R 那R就成千上万种 全部都放在网路上了 可以吗 当然我们在初阶的课程是 不会教你R跟Python的结合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搜寻 搜寻打我的姓名 我现在一直在推 Power BI里面怎么做检定 不是你真的在那边 刻出检定的那些方法 而是使用别人已经学好的程式 Power BI如何做 Propensity Score 来去找匹配控制组 好 它如何做决策术 集气学习里面的决策术 好 这些 这些 它都已经放在网路上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这边不是只有三四十种 这边应该是有几百种等着各位来去使用 好 再来